Hello, 你们好 现在3月20日,11点27分 市场跌了479点,成交587亿,不是很大 现在挨近19,038 A股升了,上证升了10点,3261 因为内地降了净 港股为什么这么弱呢? 我看其中一个原因是实名制 因为3月20日,今天是到期的 如果没有确认实名制 只准沽不准买 会不会有些不想露名的户口 做了事那些,要走货呢? 不排除这个机会 因为港股暂时没有负面因素 但是外围都反而是好一点的 看到瑞信就有UBS 和瑞央行去救了 但是美国那边的小银行 是未定的,虽然是 虽然是 Silicon Valley Bank SVB 和Signature Bank 和第一共和 这些都不是很土 但是有些短期资金支持 究竟那里发酵成如何呢? 还要看 但是我也是那句 在这些环境下 其实是3月23日 今天星期四的意识 联储局没有什么空间去加息 反而应该要先停一停 那你说 他的论调可能就是 下一次不排除加息 要看看通胀如何 暂时就考虑先停一停 都可以的 但是他一定下一次 不会说不加息 一定会说的 这个是调后 都是这样说的 等市场就不会说一面倒 这样看他 接着不加息 甚至减息 就变成美金被踩下去 其实美金已经开始差了 美匯呢 就去到103.47 就跌了下来的 10元息就是3.472 那就 榜又升了 9.56 人民币对港质1.14 这个日本指 1万日元对港质594元 那也是的了 又升了 那金就大升了 去到1,976美元一盎司 这个也是因为美元的下跌 那北水呢 仍然都是有三十几亿流入来的 那上个礼拜五呢 就流入了42亿 流入得多的呢 都是腾讯 流入了整十七亿的 那整体来说呢 就市场呢 就是有机会再市低一点的了 所以呢 上个礼拜 叫了你们平了少少红正 剩下的那些 不要平了 那市场呢 都未得住的 那想要买货 也是要保持住 不要买住 因为市场呢 如果这样做法呢 因为实名制的影响 其实看起来牛红正分布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仓 两边都没有什么 反而反过来 升上去 还多一些 红正有机会被收 但是暂时来说 在这个形势下 港股都是 因为港股是自由市场嘛 资金进出很容易 又是啦 就是说变了少少提款机 为什么呢 因为欧美不是很好 美国那边不是很好 有些钱是走出去的 回到外围的 看到这种情形 所以 港股究竟是什么位置呢 暂时 19,000 守不住 就是18,600 再下跌 大的位置就是18,200 所以 又没有急 等到 真的去到那些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站住 才决定 因为有十名制 这种东西 又在这里 孕育着 320日到期 也是麻烦少少的 但是 你看回上个星期 我们看看 那个指数 上个星期 你看回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上升了 很多资金 有流入 流入到什么 其实 你看到 是 小米 流入多些 小米 有多些钱 流入 这些位置 是11.12 如果 小米 再看回 上个星期四 的低位 较低的位 大概 11 10.8 那些 那些位 你如果想上中线 到时再想 那 其实 腾讯 也有 少少入 一些 阿里巴巴 是持平的 上个星期五 那些 那些 短线的 短期通道 的位置 在328 那里 现在 332.8 那 上个星期 上两个星期最低价 在330 那 今天最低 332.6 现在332.8 都是 挨近 328 到330 到时才考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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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汤 都是有钱流入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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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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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联賞也看到有錢流入,星期五有多錢流入 所以現在有聯地踏步,比對星期五,星期五最低是7.28元 今天最低是7.3元,現在是7.32元 也是那一句,如果再回到7.2元,如果喜歡這個股票,到時才會考慮 現在是不急的 至於之前說過的股份,比較強的股份,譬如是風盛生活,這些就很強勢 沒有資金流出,光大環境也有資金流入 所以257,光大環境也是有直博率,值得去守 或者沒有貨的,今天最低是3.41元,3.42元 最高3.48元,再上升 看看,如果今天要求近3.4元,如果沒有貨上升,就買少許 但不太多,因為市場還未定 現在要求近19.9點,跌了500點 成交6.8億,不是很大的成交 至於新特能源,今天是19.36元 接近短期平均線,19.32元 今天最低是19.2元 這個也是,估值很低很低 這些就是,你買了貨的,看一看,搜一下 因為它後面,它回A,始終是穩定 它會試更加高的位置 這些就是另一件事 至於內房股暫時,內銀,內房內險又如何呢? 內銀呢,看到有少許的錢流出 但是呢,看看呢,上個星期來講,內銀呢 看看,上個星期五的資金流呢 全部都有錢流入的 內銀呢,來到這些位置呢,又是 因為大市開始回一些嘛 那你就先搜一下吧 問題都不大 那麼,內房呢,就未得住 那麼,華人之地啊,通過海外這些都未得住 那麼,反而有兩隻呢,就 的內銀都可以看回的 月秀地產,是多資金流入的 那麼,我那條第二條平均線在11.14元 那裏 那裏,今天最低是12元 現在是12.8元 那麼,如果下回到11.1 附近那裏呢,你就可以,如果想的 這些,放回中線就可以想想 這個就是月秀,月秀是最強的股份 那另外,月海也是強的 月海呢,就 現在都是在低位培回 那麼,最低是7.8元 現在是7.87元 最高是7.98元 那麼,靠近7.8元才想的 那麼,整體來說,內險不想得住 內險都未得住 那麼,雖然在低位上 譬如是,平保在低位上徘徊 那麼,至於,941 今天都跌得多了,跌了至近3% 那麼,雖然有筆水流入 但是呢,都是那句,都是高的 啊,近期都開始有些錢流出的 不僅止941 特別是中聯通和中電信 都是有錢流出的 那麼,中移動呢,這些位置就不博的 要可以減遲 那麼,中石化又回了一點點 今天呢,就跌了2% 現在4.8元 那麼,油價呢,的回跌 那麼,未來都會有機會再跌多一點的 因為經濟的衰退的問題 因為美國那邊發生 那麼,這些油股都會回一點的 所以,這些總總也有些回一點的話 這個港股可能還要再打底 那麼,暫時來說呢 就說說說,現在又升了少許 19023 那麼,有紅症剩下的微平呢 那就先坐著 那麼,有貨要買也都不需要吸 那麼,又等一等 那麼,現在一級一級的了 那麼,上邊位呢 就,194 就是另一個位 突破到2萬 那麼,都是這些位 那麼,暫時來說呢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都是在這個波段性的上落的操作來的 那麼,短線來說呢 就,就講到這裡了 那麼,有什麼新的想法呢 那麼,有一隻呢 就是科技股裡面呢 譬如,百度呢,很強的 那麼,百度呢 是,繼續都是會好的了 那麼,所以這些就放回中線一點 就不擔心的 那麼,百度相關的 帶動了的 當然,雙湯都會有關係 有幫忙 那麼,韋斯加傑都是一個好的股份 這些都不錯的 那麼,騰訊就要 波動的區間上的上落 那麼,不需要急 那麼,升過一陣 上去之後 就四百元樓上之後 現在回到那裡打底 那麼,當然啦 現在開始又開始 近一點直播率的了 三百三十元以下呢 就又可以慢慢建倉 不要急了 那麼,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你支持 記得按LIKE 按LIKE,按一次好了 不要那麼多一次 那麼,這個頻道有賴你支持的 那麼,喜歡的朋友呢 介紹多點給朋友圈 叫他訂閱 訂閱免費的 然後,訂完熱之後 有個鐘鐘的按鈕 按全部 那麼,有新片 我會馬上通知你的 那麼,多謝你支持 那麼,就慢慢做 不要心急 因為,市場經過高位之後 下來,四個月時間 升了八千多點 回落下來 打底是正常的 那麼,但是很多事情 都是跟著排面看 那麼,現在是看美國那裡 我相信呢 就,以色前後 美國那邊 如果真的好像我這樣說 不加息的話 股市又會頂一頂 那麼,整體就是這樣做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 還有,內地呢 降了準 0.25 這個都是如期之內 那麼,後面陸續都有來的 我相信還會繼續的 為什麼呢 此消彼象 那麼,為了要是 刺激經濟 支持那些動力 那麼,疫情後呢 就會做多些這些功夫 貨幣政策 財務財政政策 都會做的 那麼,一步一步 那麼,我們香港 當然是看回內地為主 那麼,但是呢 因為無奈呢 外圍不穩定呢 都,香港市場 自由市場嘛 那麼,有少少提款機的情況 那麼,都會被 這個 有些錢會流走了 那麼,不需要擔心啦 那麼,總之 升完就跌了一點 跌了一點 打過底之後 才會慢慢做 好一點 但是,不會那麼快的 升跌的幅度 不會馬上那麼快 好像過山車一樣 又炒上去那麼高的 那麼,要時間整股 畢竟上半年 已經出現了一個 大的幅度的上升 那麼,慢慢做吧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